無錫歲末祝福 今年在慈濟環保教育基地舉辦 一千三百位民眾 一同感受迷信的喜氣 志工也分享去年的喜事 在2018年 最要我們感動的是 有六所學校主動向我們提出 要把環保推廣課程 拉入學校的德育教育 感恩的時刻 志工獻上切手世界的手藝演繹 邀約民眾加入慈濟大家庭 慈濟就是說在全球 幫助了這麼多需要幫助的人 所以我覺得內心備受溫暖 讓我最感動的就是 他們的就是每個人 傳遞出來的那種內心的愛 就像一盞燈一樣 燈燈相傳 點亮整個世界 特別特別的感動 場內的感動 在歲末祝福結束後 也延續到了場外 大瓮裡盛裝的是大家的倦地愛心 我們今天太少了啊 跟他講了 出一點小小的力 做一份善事 希望慈濟的活動越擺越好 我覺得我們應該 更多的去幫助別人 關心別人 感恩父母 感恩老師 感恩這個社會 以愛做傳承 新的一年更加有朝氣 大愛新聞 這是美志工江蘇報導